关静男子和刘姓人妻多次出游,同住旅馆还一起到香港玩,刘的先生认为对方和他老婆坚持亲密导致婚姻破裂,向关提告求偿200万元精神抚慰金,但关男强调和刘女只是朋友,法院认定关和刘曾同住双人房,以愉悦正常行为,判他得赔偿刘夫10万元。 刘福主张,和老婆结婚8年多,直到关男介入多次和刘女出游,举止亲密有不正当交往行为,两人还曾一同出入汽车旅馆,认为婚姻遭介入。 她公称,前年9月双方还同游香港三天,经质问老婆,她也坦承和关男友不当亲密关系,自己更在去年5月和妻子离婚,认为婚介入家庭,造成她精神极大痛苦,求偿200万元精神抚慰金。 官便称说,和刘女始终维持正常朋友关系,虽然曾和刘同赴香港旅游,但强调是分别住单人房,没有不当交往亲密关系,也为逾越一般朋友界限等语。 法院认为,官男明知刘女已婚,仍和他甘独同游香港,另根据旅行设计录,确认两人当时入住双人房,显然非已婚之人应有举止,并于越一般社会能接受配偶案异性交往程度,虽无法证明双方有性行为,亲吻事实,但已达破坏婚姻行为,认定刘夫求偿有聚。 法官今审着双方职业收入,认定官男严重侵害留福的婚姻,判官应赔偿对方今审抚慰金十万元,官男。 汉留姓仁妻同游香港住双人房,强调双方只是朋友,法院认定他破坏对方家庭,判赔十万元,是意图injimage分享。